我骑电瓶车带她去一下雨 妈你下了雨 骑什么电瓶车 没下雨我才要去的 妈你一直在下雨 你在搞什么 没有下 我刚刚试了她没有下雨 你就说一来一回 然后再吃草莓的话 我给你娘没有时间让她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 她第二天早上又要那么早就起床 哎呀 你说现在的小孩可真难呀 说实在的 这样学习 我还真有点心疼 每天放学回来就写字 然后写到九点钟 我看着她写完了 我说带她跟月月一起出去溜达一下 然后买个草莓给她吃 美姐说太晚了 出去一趟来回得半个小时 现在明明才八点钟就是九点 马上九点了呀 那不然我们骑电瓶车去 快点 八点五十了 也马上九点钟了 好的 奶奶 哎呀 我骑电瓶车带她去一下 你下的雨 鸡什么天也没有这 没下雨我才要去的 奶奶一直在下雨 你在搞雨 没有下 我刚刚试了她没有下雨 你就这一来一回 然后再吃草莓的话 我给你娘没有时间让她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 那第二天早上又要那么早就起床 你有没有考虑过她的睡眠时间 然后她还想看会儿书 每天这样子被你搞动搞戏 她根本就没有时间看书 你看在学校上了学校回来之后 然后就在写左页 一直写到八点五十 那我不是想带她出去溜一下的吗 如果要是八点钟你溜都溜 现在这么晚你溜了回来 真的很影响第二天的气候 关键是她八点钟 从来没有八点钟能写好左页的嘛 对不对 妈妈 别说 你们别找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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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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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了吗 妈妈她不让她去 那我买回来给你吃行不行 我已经穿了小妙了 哎呀 我感觉心心学习也挺苦的 就是从放学回来除了吃饭 然后就在那坐在那里写字 学校作业如果少的话写好了 还得做一张试卷 美姐其实对她学习要求 还是挺严格的 本来今天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想去带星星出来溜达一下 然后带她去买点草莓啊 放松放松 对吧 但是美姐强烈反对 咱也不能说 因为这点小事 就在一起吵架 对吧 水果店到了 那点草莓 这草莓好 这草莓大肯定贵 不贵 不贵 多少钱 打折 打折我看 打骨折差不多 可以 多少钱一盒 卖98的 我给你买 别打折了 打折的钱我就不听了 这多少钱一斤 19块9 搞一盒 19块9一斤还挺便宜的 那个98一盒的 我但是吃不起 草莓已经买好了 35块钱 现在赶紧回去 星星肯定在家里 还等得着急死了 现在雨还有点下大了 赶紧走 下大了 下大了 我的个天呐 这个雨说下就下大了 就骑回来几分钟的路程 这雨说大就大了 你看 来 一路 就是火急大 先洗一个给妈妈吃 这是我今年吃过最甜的草莓 你辣到吧 我要是你我都不吃 知道吧 我没有脸吃 我为什么不吃 我不吃不喝 对不起四伯